大家好,我是Tony 131期大家应该看过了 我们来继续131期对宏观的打盘的一个理解 好,我先打到SPX的周线图 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小图 现在SPX的周线 这个周线上周已经收了 是一个道锤头 这是明显的一个见顶的信号 但是说呢 最好还有一根K线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顶的分形 现在就是说还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确定 它就见顶了 但是根据你看Tony那期视频的分析 我大概预测它也就到这个位置 你看黄线的位置43504360 它最高也就达到43294330左右吧 完全符合Tony的预期 这个地方就基本应该是拐点了 拐点的出现 那根据之前的分析 12345 这是五浪周线的五浪的一个形态的走势 对吧 这个呢整个的在月线级别呢 算一个浪 那这一浪下来 这是月线级别的二浪很难 之前不是说了吗 那马上下面是干什么了 那肯定是要第三浪大跌了 Tony说的这第三浪非常迅猛的 直到往下刹的 大跌就要开始了 好 同时我们再配合一些其他的指标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stochastic已经打到了非常的超宝盒的这个位置 就是已经过了100了 而且准备要往下走了 MACD虽然是它这个向上 还是一个金叉向上 但是它还在零轴以下 所以说呢 它基本会 它不可能上零轴 就基本这样 所以说这个MACD这个不用太担心 也不算一个背离 日途的这个stochastic和KDJ吧 也是往下开始准备走了 而且这个MACD准备往下叉 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没有叉上 还没有死叉 看下周的走势 下周大概率 马上会出阴线 这样的话 它就能插上去了 我目前的分析和理解是这样的 之前的这个浪行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五浪已经到头了 它中间打了这么一个中枢 然后这五浪到头 这已经 你看 已经下来了 等会我们看 现在就看一下小级别的 这个 这个顶部的位置确实很重要 你如果说这个五浪这个没有见顶和见顶对吧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个分析就不同了 下周的话基本是应该跌 从这个 第五 第五这个点跌到这个A点 下面呢 应该是三浪或者五浪的这么一个下跌 我为什么说跌到A点呢 你看这个均线的话 均线的话确实还在往上走 把它画一下 所以说要结合所有的系统这么来考虑 这几个均线呢 还是在这么走 你看 这个黄色均线呢 也有往上走的动能 但是短期均线已经拐头要准备交叉向下了 它必然会在这里交叉 所以说下周到A点4100左右是大概率 到了A点之后怎么走 应该会有一个反弹 从A到B这么一点 这么一个反弹 但是这个B点能反弹到多高 我现在不确定啊 这个B点的最高的话 它有可能去封这个这么一个缺口 之前四小时图上有这么一个缺口 我画在这 所以说它最好 最好的走势是去封这个缺口 封完了缺口 然后直接向下 我也比较喜欢这个走势 这样的话 它在上面不会留这么一个缺口 到未来再来封 但是它呢 就算不封缺口也行 它就呢 被这支 被这个均线所压制 我画一下这个均线在这 这个均线在这 基本在这 均线所压制 这个点位的话 大概是4228 4222和4228 这个点位 所以说这个反弹的话 有可能是到这么一个位置 或者上面的缺口的位置 所以说到了A点之后 大家的这个空仓要小心一点 是不是要止盈一个部分 或者你觉得行到了这个上面的之后再加空仓也都可以 空仓正骨的话也就是SQQQ 不想说了 对吧 或者你空一些个股都行 好 这就是SQX总体的这么一个大趋势 大家要记住这个大趋势还是往下的 因为我们在大的这个大的级别的第三浪的一个下跌浪里头 这个下跌浪的反弹有可能不会很高 短暂的这么一个反弹 它有可能会激烈的 就是像左边这个 它就往下吵吵啥的就往下掉 那当然最好了 我反正现在有大量空仓 好我们再扫描一下其他的指数 也都能够相互印证这个理论 我们来看一下QQQ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的话 看这个形态 因为它的均线系统还是蛮好的 均线还是往上在发散 这个长期均线肯定会持平 它这个发散之后肯定会这么拐头 但是呢这么拐头 它会有一定的时间 所以说时间就达到9月 9月了 9月初了 9月初到9月中的样子 这里它开始交叉 那么回到这个K线 K线的话这边呢有一个小顶 这边呢如果是最高顶的话 对吧 它有可能在这呢反复一下 会不会形成这么一个头肩顶之后再往下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它的均线实在是从下往上太强了 它五浪确实已经走完了 所以说这基本是顶点没错 所以说就是小的浪行 它具体怎么走的问题了 大的概念是不变 大的概念还是往下跌 看Russell 2000就更加清晰一点 Russell 2000的这个M160的黄线 你看它的斜率最大 是这几个指数里头最明显的 所以说它打到了这点 它就基本到了顶点 它要准备往下走了 这个浪在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个股 这是亚马逊 亚马逊的形态也是符合这个大局 一二三四五准备下跌 这个现在就基本是非常高的 目前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大概会下跌到八十九九十 特斯拉 特斯拉的话也是见顶的这么一个形态 我的预计它会下跌到四百块钱左右 三百八到四百 看现在呢 在日线图里 它基本在这里做一个盘整 再做一个小的中枢震荡 从这里上来下来上来下来 然后有可能啊 在这里就不知道它能不能撑住了 撑不住的话就直接下来 如果再上去的话 还有还有一个 就是说反复 然后再下来 也是有可能 基本上如果你要看它跌不过 它超不过这条线 大概940950 它过不去这条线的话 它的K线如果站不上这个地方 那它就是一个下跌的形态 它如果站上去了 我们再讲对吧 我们看K线时候吧 比如说有的朋友还是预期它能够重回牛市 那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可能 但是你K线先得出来之后才能出 它能回牛市对不对 你的K线必须要站上这条线 然后一直保持在外 这么走 那它能重回牛市 到时候 如果我看到这个托尼也开始做多 没问题 但目前来讲 结合这个大盘 刚才对大盘的分析 它大概率 大概率也就是 超过70% 80%的概率 它也就是往下走了 不管怎么从哪个点开始往下 好 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随便拿几个小盘股 这些成长股拿来看一看 也了解一下这个现在的形式 你看 这个PLTR比方说 它已经完全的就跌出了这么一个上升的channel 原来它一直在这个channel里活动 对吧 就可以低吸高抛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跌破了 就说明它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马上就要大跌 这也像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就印证了 刚才托尼的这个说法 这个理论 对吧 比特币的话 它目前完成了这浪的反弹 放大一点来看的话 它基本也跌破了这个上行的这么一个通道 上行的这么一个通道 大家能大概能看出来啊 我底下画一下 这个通道 这根大阴线 这根大阴线基本跌破了 就是证明了这浪 这浪它已经结束了 这浪已经结束了 下面要进入这个四到五浪的一个下跌了 这个四到五浪的下跌 它这个就会大概跌到这个范围之内 也就通理认为大概是会到10k左右 甚至10k以下 因为从大的结构来看的话 这明显的是一个双顶嘛 Tony在我的推特早就post这个这个chart post过 就是一个大型的双顶 所以说不用抱有什么侥幸的心理 这么一个大的双顶跌破 然后呢 在这里徘徊一下掉下来 然后再一个回踩 还得掉 它不掉充分的话 到未来它是涨不上去的 但是未来的话 什么时候它能够完成这个大底 然后再起来 那是后化了 可能需要时间长一点 就跟上次你看 上次这些时间 一直就在这耗着 就是大家要做好这么一个准备 好 那这期我就讲到这 那我们下期再见 followTony的频道 持续关注它的发展 如果大家对其他什么股票 有这个疑问的话 也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